今年的红包让耗子里喜气洋洋 不过不少散户还是在观望 他们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记者 华人万俊良 拍报道 今年股市好 那么景气也变好 似乎今年年终奖金就领的是比去年多很多 像是建车队呢 也是首创八年终奖金了 而绩效第一名的问奖呢 是一口气就抱走了23万块钱的奖金 相当于五个月的薪水 而问奖是表示呢 除了是诚恳的态度之外 以前当过业务所训练出来的好口才 也帮助他业务是蒸蒸续舍 我是问奖 我也有年终哦 什么 计程车司机也有年终奖金 而且还高达23万 相当于五个月的薪水 今天你还是第一名 那一共是23万多元 那我这边公司有支票 要说我拿 谢谢 谢谢 计程车队首创八年终 根据服务品质 载客数 财发客户 也就是引进的司机加入车队等项目 计算年终 其中2010年 罗贵峰就引进了170位司机加入车队 让他连续两年拿下第一名 抱走最高奖金 他成功的秘诀就是过去当业务 培养的好口才 就是口才啊 然后进队应对啊 然后就是说把这些 用很 把它当作自己的事业 用很诚感去打动每一个司机 高了年终 羡慕归羡慕 不过许多继承车司机觉得平时生意就不错 没想过跳槽 或者他宁愿自己跑 也不愿意加入车队 平常就生意就很好了 整天病才会加入 过去有载客才有收入的问奖大哥 现在也有年中可以拿 也算是在年前多了一笔意外的收入 记者华一世 詹明华台北报道 好 另外特别提醒就是 气象局发布了低温特报 尤其是从今天晚上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